Samantha 又說去試車的今日來Show Room做甚麼 是帶你看WOW的新電動車 電動車 這部是XC40嗎 是呀 裏面 裏面 要這麼密碼 不要搞了 我就密碼 就是這部C40了 它就是XC40的Coupe版SUV 斜背了少許 長了 闊了少許 但矮了少許 其實現在很多不同的車品牌已經陸陸續推出不同的電車車款 其實WOW的作風一向都不算非常進取 但它已經宣布了在2025年有一半新生產的車已經是電動車 2030年已經全部電動化 不會再生產汽油車了 是呀 所以這部C40也是WOW的第二部電動車 但是Coupe化的SUV 價錢又貴一點 空間又小了 依然有人追捧它 是呀 因為SUV夠實用 但欠跑味和年輕化 所以也有不少車廠做一個Crossover 這樣就會令它更多跑車的線條 同時又有SUV的空間 所以Tesla的Model Y 都是Coupe版的SUV 都很受歡迎 而香港第一部引入Coupe版SUV的電動車 就是Audi的E-Tron 補充在汽油車世界 第一部Coupe化SUV就是寶馬的X-O 然後Benz就搞了一部GLE出來 而且又統計說過 買Coupe化Crossover的車主 是年輕過SUV的車主四五歲的 是呀 那我買一部Crossover 豈不是可以年輕多四五年 錢? 你想到錯了 不要管 提一提價錢 C40暫時只有頂級版P8 Pro四驅版 一換一價錢51萬稍稍稍 貴過XC40兩萬元 而C40只有純電版 之前我們試過的XC40是比利時製造的 而接下來的XC40和C40都是中國製造的 順帶一提 現在賣的XC40和C40都是Facelift版 頭燈上有些不同了 鬼面罩和泵飽位 對 我知道有什麼不同了 就是本身的頭燈是呈Y字形的 現在是呈T字形的 還有鬼面罩就簡約了 變了沒有邊緣 連中控也沒有變 其實前面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車尾 快點到後面看吧 買得到Copee SUV的 這條線真是很重要的 嗯 我也同意 而且它多了一些壓尾翼 整體看起來是真的型格一點 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這個Vovo家族線條的尾燈設計 多了一些深思位置 對 就是多了這四點 對 打燈的時候還會有走馬燈 嗯 對 還有有一件事我也喜歡的 就是它的LINK 20吋LINK加了多些跑味 我自己就覺得它比XG40更帥 嗯 我喜歡大LINK 看看尾箱 聽說有電尾門就會有腳踢的 咦 但是又會不會因為缺乏晶片沒有腳踢的 他們說不會 對 容量也挺足夠的 而C40的空間是413L 而XC40是419L 是比XC40小小小的 因為始終它的尾部也斜了 所以少了一點點 都是少了一點點 不過它的椅背也可以反軟 空間感也不錯 我喜歡它的底板 保留了XG40的兩段設計 嗯 還有呢 我很喜歡這個歐歐的 因為呢 你知道我喜歡買東西吃的 像是海鮮 有些水的 就不會搶來搶去 對 還有購物都很多歐可以給我們掛 嗯 所以我覺得整體都OK 容量都可以接受到 那不如我們去後座試一試 頂不頂頭呢 好啊 嗯 它兩個當然不頂頭 關你甚麼事 嗯 來到後座了 我自己挺喜歡上車的時候 它的開門角度挺好的 挺闊的 嗯 但是呢 我又覺得呢 我上車的時候 我要很小心頭頂 因為我怕它撞到頭 而始終Copeva的車 它也是斜尾 所以它也會矮身一點點 所以進來的時候 都要小心頭頂 特別是藍絲 但是呢 我們坐到進來之後 我看到頭頂空間都非常足夠 是啊 我們真的不會頂頭 因為我看到陳先生 真的都挺緊的 其實藍絲都應該要小心頭頂 不過呢 其實我覺得坐落呢 那個iPad位都偏直了一點 是的 直了一點 不過呢 我又挺喜歡它的椅背 是有少少少凸出來 有個腰靠的感覺 對 靠著了也很舒服 而且那個質感都軟 顏色中 它的偏通顏色 有些白色線 有些點綴 而且它是有兩個質地的 是啊 是的 我也挺喜歡 坐落的感覺 挺實在的 但是有少少就是 座椅的位置比較短一點 你看看 連我們也有少少漱漱下的感覺 對呀 而且這個位置不夠深 對呀 不夠深 所以有少少吊腳的感覺 差一點 不過呢 屁股座椅來說 我們也都可以接受 對呀 身長了之後 摺在前面 對呀 擺得了 我都會注意一些細微的位置 就是這些勾仔 女士就會注意男士 可能真的未必在乎這些地方 我覺得有些小點綴都不錯 而且有兩個出風口位 對呀 這裡下面還有兩個Type-C 對呀 這些雜誌位的都基本上會有 對呀 旁邊還有一個飲品架位 而且這裡 咦 先開開 有兩個杯架位 對呀 它都很細心 做到很多擺東西的空間 對呀 後面也有開通 後面的車尾箱 可能放一些長條型的東西 放Ski等等 都適合 不過有個位置我不是太喜歡 亦是很多買電動車的車主會關心的 就是多了一條中軸槽 對呀 我也不喜歡這個位置 不過因為它始終都是有電功用的 電車底盤 對 雖然這裡吃了你少許位置 不過它在車頭的位置 都給予你多一點空間 我一樣東西 我也喜歡的 就是它的大天幕 對 我也喜歡它的天幕 不過我同樣留意到它是沒有鏈的 我們都來到Show Room 不如我們給大家看看XC40的空間 和C40有甚麼不同 好呀 走吧 好了 我們來到XC40的後座了 對呀 康妙的角度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嗯 我覺得進來的時候 不需要再護著頭 因為始終它是高很多 而且它不是斜尾的設計 所以變相有點不同 對呀 而且我真的覺得 進來的空間感 連這裡也會有很多 太遠了 對呀 你看看 要型就要 氣身一點 我們介紹了這麼久試車尾 試吧 試吧 我先試吧 好 走吧 好 先試吧 好 Sumlava 第一次跟你試車了 對呀 有沒有發現這輛車有甚麼不同了 有 最大分別是顏色 哈哈 對呀 顏色 其實我發覺近幾年 WOWOW的汽車的汽車都大膽了 好像今天試這輛是藍色來的 對呀 我剛才看到 在showroom那一輛是均綠色 感覺比較中性 嗯 其實那一款顏色我都喜歡 但這輛車偏向是年輕化一點 接受程度也大一點 其實剛剛在showroom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過 它的中控和前座沒有甚麼影響 即是沒有怎樣改變 對呀 但其實它有一件東西加到的 就是在飾板上 加了一些紋路 你有沒有留意到 當然有 它是瑞典的一個國家級公園的圖案 對呀 不過不說又真的不知道 但它很有趣的 它之後開了燈是很漂亮的 嗯 其實你看到淺色的部分 是背面一些燈光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一些深淺色 看起來晚上會漂亮很多 地層門板也是用環保物料製造出來的 現在經常說環保主題 車廠也要做點事 你說開這件事 Vovo也是由C40開始 它們的電動車 就不會再用真皮的物料 轉為一些可持續的物料 就這樣聽起來 質感又會不會差了呢 實際又不會和 摸上去都頗有質感的 也是 我覺得這個房子 就不是說有些豪華的路線 是穩穩陣陣 又有些Premium的感覺 又有些北歐風的 你剛剛已經開了幾個圈 又沒有甚麼感覺 是 其實我一坐進來 最大的感覺 就是因為它前半部分 其實跟XC40一樣 也是一部SUV 所以我自己覺得 看位上是很好的 而且視野上也是闊的 看位闊這件事 是女士的陰物 是啊 因為每個女生駕車都說 前面的視野廣闊一點 就安心一點的 不過它有一點差一點 就是後鏡的視野窄一點點 因為始終是Premium 也是這樣 對 有些東西要犧牲一下 對 對 剛剛我都坐了一會 你駕駛了一會 我都感覺到 其實都算靜的 對 環境音來說是不大 只是有少少的胎草 還有聽到摩托聲 我剛剛也聽到少少的聲音 先看看這部車的馬力是408匹 扭力有660個牛頓米 加上它有四驅雙馬達 在數字上也是一個高規格的數字 而且在硬件上也是頂版的配置 0至100是4.7秒 同級車來說真的要數一數二 因為Model Y的Long Range也是5秒 再說一下電門的反應 輕輕地放進去 其實它的反應也快 如果你再踩深一點 其實也有少少刺激感 也會有些壓心口的感覺 當然你不能當它是一部跑車的級數 因為始終它也是一部SUV 對 而且一般車也不容易買它身 對 我作為剛剛坐了一會的乘客 我又覺得它的力量是有的 但又不是很瘋狂的那一種 而那一種力量是佔進式較多的 對 當然你不能讓一夜又來自動電 對吧 這種感覺也頗柔順順順順舒服 對 而且你不是每個駕駛都喜歡 每次都心口推背 對 這樣很暈 頭暈的 再加上這部車始終是一部Sporty Crossover 不是一部真正的Sport Car 所以廠方在定位上的輸出 都不會弄得它整部跑車似的 不過它一弄就是有或沒有的 One Paddle Drive 驚喜 因為它一收的時候 不會錯得很厲害 力量是油的 所以我覺得不單是乘客 我自己駕駛也覺得舒適 那我一會兒試一下 Samantha 你試完車到我了 對 剛才我試了One Paddle Drive 我很喜歡 你自己駕駛油車 你習不習慣呢 其實老實說 我之前有駕駛過XC40 和它的Recharge 而這輛C40的感覺幾乎是一樣的 而我個人其實駕駛有車 所以One Paddle Drive 例如有Regen的車 我真的不算太習慣 對 我會不會開 有時候會 也是 不過駕駛電動車 有時候不習慣都要習慣 因為這個One Paddle Drive 其實它也不錯 因為它會落斜 那些時候 會幫你充電 對電動車 對續航來說是有幫助的 說起One Paddle Drive 這輛車是在菜單上調校的 它是On和Off 不能調校段數 你剛才也提到 我個人來說 會比較喜歡它有撥片 對 對 就在軚盤上 不過這些就是習慣問題 我覺得不用每次在菜單上調校 對 對 不過你知道電動車 大部份都是靠螢幕去操作 所以這東西又是要適應適應和適應 經常都這樣說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不錯的底盤 這個CMA底盤是油電共用 駕駛起來 駕駛起來 不論是快車或慢車 都感覺到乾性很紮實 會給你車架很安心的感覺 駕駛起來也很有歐洲車質感 四驅感非常強 對 對 會有一個很厲害的爪地感 其實我真的有驚喜 因為之前駕駛XC40 我已經覺得不像駕駛電車 比較像駕駛汽油車 C40也是 因為駕駛多電車 很多電車的感覺都沒有軚感 很輕 這輛又不會 它還有兩段給你調校 我自己對於軚感 我覺得挺好 因為軚感的轉向比例很準成 加上它剛才提及四驅 重心又低 可以給你一個很安心的感覺 同意 同意 不過凡事有利便有弊 它在高操控的同時 由於懸掛對抗側傾 又要抵抗這麼重的車重 所以避震也要調校椅很硬 你說起這件事 如果作為乘客 又可能未必說是很舒適 因為坐在後面時 可能會過一些減速駁 你會感覺到它的反應挺大 不過它也算是燒得快 也算是這樣的 對 同意 只不過可能感覺大一點 但去得快都可以接受 我自己也會覺得 未至於塗白花油 未至於燈套 未至於這麼誇張 對 說說電池的SFAC 它寫著有78kWh 但用途便有75kWh 加上WLTP也有448公里 我問問你 你知不知為何它的規格比XC40更多 這個我又知道 因為它的封鎖更小 而XC40的封鎖是CD0.329 C40是CD0.319 所以它的封鎖更小 自然的範圍會較長 加上它的0至100都會快了0.2秒 而且是會有影響的 對 說一聲我們又來到後座 對 因為某位城塵那個 說想試一下 叫它過來後面坐 對 它又說不出鏡 對 我們繼續說 我們先來個總結 對 其實試了這麼久 我又覺得 其實51萬車 這部車是否值得買 真是見仁見智 因為其實50萬這個車價 大概50多萬 都有很多選擇 但我又覺得 Rovo也有它的市場 因為始終它的降水也算是好一點 所以它也有一班粉絲 也會有些人會選擇買它 所以我就說見仁見智 對 對 對 我自己覺得 看完外觀 操控 所有東西都試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不錯的這部車 是合格以上的 但唯獨一個缺點 就是剛才所說的 價錢如果再優惠更多 對 那就好 唉呀 但最後就是 要買電車之前 大家也要留意清楚 看看我們的 你準備好駕駛電動車味 一連四集 對 第三連四集都會說到充電 這件事對於電動車載著 真的很重要 對 大家未看就快點去看 好了 我們今天的試車就到這裏了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拜拜 她不說不知以為自己在乘跑車 所以不太好笑 所以剛才我剛才說這部 其實也有跑車的味道 只是它的開罵 不是跑車 真的 對 握住了一部車 會不會以為我們上一段 我正在乘跑車 真的 握住了一部車 握住了一部車 讓你猜猜它是甚麼 不過它是很安靜的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是我們的團隊很用心去製作的 如果你想支持我們的話 Youtube最近多了個Superfans功能 在like旁邊有個心心 按進去可以選擇支持我們的金額 再按照指示就完成了 你們的小小支持可以令到我們走得更遠 拍更多好的影片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